美国再次出招对付委内瑞拉 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 冻结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之后 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宣布扩大经济封锁 对所有支持马杜罗政府的第三方实施制裁 白宫表明会用尽一切方法 把这名独裁总统拉下吗 美国要对付委内瑞拉 寄出的招数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冻结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后 国安顾问博尔顿星期二也紧接宣布 扩大经济封锁 就连第三国的公司或个人 只要和委内瑞拉扯上关系都可能遭殃 布拉顿目前身在壁鲁利马出击一项讨论维内瑞拉政治危机的会议 在他做出宣布的同一天 白宫也撂下狠话 表明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将马杜罗拉下马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 委内瑞拉在美国的资产不得转让 支付或提取 行政令几日生效 面对美国出招孤立委内瑞拉 美国外交部长阿雷亚萨交后就横批 美国的举措是经济恐怖主义 尽管如此阿雷亚萨表示 美国的决定并不令人惊讶 新的制裁不过是将已经开始的经济 金融和商业封锁正规划 不过即便如此 委内瑞拉绝对不允许侵略升级 倾向政治对话进程